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罗说 神的恩典赐给了他这个比众神途中最小者还小的 阿们 为了要叫他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 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所以基督追徹不盡的豐富對於我們來說應該是非常的主觀 而這一週的這一個總共有39個大典 這一個綱目是出自1995年5月份 李弟兄對長老同工的聚會 在那篇信息的開頭李弟兄對弟兄們說 他說當我們來進入以下這些關於基督的啟示的時候 他說我們都要問自己 我們在這一項上有沒有來經歷基督 並且我們經歷基督是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當我們來進入這些點的時候 第一我們需要認識他 在真理上在話上在啟示上來認識基督 第二我們要想一下我們到底在這一個點上我們到底有沒有來經歷基督 那麼第三個呢我們若有經歷基督我們還要問自己說 我們經歷基督到什麼樣的程度 阿們因為基督是追徹不盡的豐富 阿們中期我們一生我們也沒有辦法 將這樣的一位來經歷的盡 但無論如何我們要來看一下這39個項目 這好像是一列火車動車快速高速的火車叫做基督號的火車 阿們 而這個路線這個軌道呢就是神永遠的金融 第一站就是在已過的永遠裡面的基督 阿們 而最後一站呢就是在將來的永遠 也是在新耶路撒冷裡面的基督 而其中經過的每一站都是基督 阿里路亞基督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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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路亞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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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們 我們需要來享受基督 需要來經歷基督 我們就來看這些點 第一點到第三點 就是講到在已過永遠裡面的基督 在已過的永遠裡面 基督就是神的獨生子 是神聖三一的第二者 他也是自由擁有的 並且在永遠裡面 他和父和靈就彼此互相的內住 同時在永遠裡面 他和靈和父就是這位獨一的神 所以我們要問自己了 我們認識這位永遠的基督嗎 阿們 我們要怎麼樣來經歷這位永遠的基督呢 這位基督是永遠的 在還沒有創造天地以前就已經有這樣的一位基督了 阿們 他是從永遠裡面就出來了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不要為著自己的出身而覺得不滿意 當然你也不要覺得自己的出身是多麼的好 阿們 因為這位基督是從 永遠裡面就有啦 阿們 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講太多 第四個點 就是第二個段落 就是在創造裡面的基督 他是創造者 主要有三方面 他是創造的憑藉 因為萬有都是借著他造的 他也是創造的範圍 他因為萬有在他裡面得以維繫 他也是創造的歸結 因為所有的萬有創造 最終都要歸於這位基督 阿們 感謝主啊 我們有了這位基督 我們就有了萬有啦 他創造萬有 萬有在他裡面得以維繫 萬有也要歸於這位基督 你要得著萬有阿 你只要得著基督 得著基督就得著萬有阿 接下來第五點到第九點 第一個他是一個神人 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生者 他是神榮耀的光輝 他是神的具體化身 他是不能看見之神的像 這是第三個階段 基督的在他的成為肉體裡面 喔 在這個項目裡面 我們得著最深的印象 他就是神人阿 就像大本師歌382首的副歌所說的 他是聖宗之聖 人宗之人 哈利路亞 無論如何他是人中人 他是人上人 他是人中人 他是人類中的第一人 他是人類中的第一人 他是人的第一名 他是人的第一名 感謝主 這位基督真是何等的一位阿 阿基夫你唱片副體 你追求要達到第一名嗎 那你就要追求基督了 你離開基督阿 你無論得到多高的成就 在神來看啊 都不過是 沒有什麼都是糞 所以你只要得著基督 你就是第一名 因為這位基督就是第一名 好了 接下來 第十點到第十四點 這是第四個階段 在人性生活裡面的基督 這個跟我們的關係就更近了 第十點說 他是神顯現於肉體 他在地上活了33年半 重點是這33年半 他不是活自己 他不是彰顯自己 他是彰顯神 阿們 我們可能一生 都會比主耶穌在地上活得更久 但是我們人生的意義 不在於我們活多久 我們人生的意義在於 我們在地上活的時候 到底彰顯了誰 阿們 阿們 若是我們在地上的人生的生活中 我們把神彰顯出來了 哇 那就是非常的榮耀 阿們 第十一點說他是神中性的見證人 阿們 他見證這位神 無論在什麼情況底下 他都為神做見證 他經歷苦難 有許多試煉 但是這些為難臨到他的時候 他仍然是在那邊為神做見證 一直到他最後上到十字架上 那是極端的痛苦 阿們 非常的孤單 但就在十字架上 他仍然在那裡見證神 十二說到他是神的帳目 帳目主要是給神來居住 十三說到他是神的殿 神的殿主要是給侍奉神的人來居住 所以這一位非常的奇妙 他在地上就是一個居所 以免他是讓神來居住 以免他也讓人來居住 神和人在這一位的裡面同得安息 阿們 第十四個點他講他是世界的光 他無論到哪裡去 他就把黑暗給驅逐掉 他到哪裡去 那哪裡就沒有黑暗 阿們 這個包羅萬有的死 是豐富的 是甜美的 也是新鮮的 應該是說新香的 我們亞當的死是臭的 也是很可怕的 沒有人想要死 但是基督的死不一樣 阿妹 這邊講到他的死啊 第一定死了撒旦 定死了罪 世界 肚肉 墮落的人還有肉體 舊罩 律法還有龜條 所有的這些都是垃圾 所以他的死舊的一面來說 就是宇宙中的大整潔 一次的定死 永遠的清潔 阿們 最後呢積極一面 他還把他神聖的生命 釋放出來 太好了 阿們 第十六個點 就是第六個階段 在復活裡面的基督 阿們 他從死人中復活 人人都死 但是進到死裡以後就出不來了 但是這位基督 他是 他是生命 他到死裡邊 不過就是去 游覽一下 哈利路亞 遊覽三天他就出來了 阿們 阿們 他勝過了死 他不受死的拘禁 阿們 感謝主 阿們 他的復活也成就了三件事 他在人性裡被標出為神的長子 他在復活裡也成為次生命的靈 阿們 他也啊 重生了所有神在創世以前所拣選的人 阿們 好 第十七個點 是第七個階段 在生天裡面的基督 感謝主 他經過了死經過了復活 阿們 他更生到高天 他的生天就是神對他的高舉 他在生天裡面得著了冠冕 並且登上了寶座 主要的就是他得著了這個權柄 這邊我們是不是請泰文啊 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這九個項目啊 不要全部讀 只要讀那個名稱就好了 譬如說 萬人並萬有的主 有先 按照片 送給他來的 有先 阿們 這樣就好了 好 從第一點讀到第九點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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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位基督啊 今天乃是在三層天上 在父神寶座的右邊 他今天並不是在那裡休息 他可能在天上 比他在地上更忙 忙著調度萬有 為叫罪人得救 為叫信徒愛主 為叫造會得多福心 他也在那邊祷告 迫切的為我們每一個人祷告 阿們 愿我們更多的認識他 阿們 他也在那裡啊 服侍我們 阿們 把神 把天 服侍給我們 他也是我們的辯護者 我們軟弱犯罪的時候 我們良心軟弱的時候 他主動的 為我們到神面前 為我們辯護 最後他還是中保 在神跟人中間 來擔保兩兆 他最後保證 這個新約必定要完成 喔實在是太美妙了 阿們 最後我們來18點 好來 接著18點到 喔下面好長喔 18點一直到 20 32點 18到32 這是第八段 就是在 造會時代裡面的基督 阿們 造會時代裡面的基督 他是神群羊的牧人 他也是那個門 阿們 叫我們從猶太教 從宗教裡面出來 他也是那個草場 他不只是牧人 他也是草場 阿們 他是牧人把我們帶出來 他是草場 讓我們出來以後 得以享受他 所以我們要放下我們的掙扎和努力 做一隻乖的羊 阿們 不要做那個不聽話的羊 接受他的牧羊 來享受他的 他的豐富 十九 他是復活生命道路和實際 我們常常迷路 甚至啊 很多時候我們就說 阿沒有路了 很好 我們在自己裡面就是沒有路了 但是基督就是我們的道路 回到靈裡面享受基督 我們就有路了 第十二十他是取新婦的新郎 阿們 二十一他是神的能力 他也是神的智慧 公益聖別和救贖 然後 智慧是這一個方法 阿們 而能力是來完成 這一個神的旨意的這個能力 所以 這兩個都很重要 我們都需要基督做我們的能力 我們也需要基督做我們的智慧 第二十二他是月節 他帶著我們經過神的審判 二十三他是零食 他是零食還有呢這個零盤食 零盤食就流出火水來 攻擊我們做食物跟我們做我們的飲料 他也是身體和身體上的一切肢體 阿們 他是出手的果汁 第二個人幕後的亞當 他是從死人中復活的守生者 阿里路亞 阿們 他從死人中出來了 他是第一個 但不是最後一個 因為我們跟著他 也都從死人中出來了 阿里路亞 阿里路亞 感謝主 他是神所分給眾聖徒的分 然後阿里路亞 會被孫兵 他被孫兵 這個基業真是何等的豐富 阿里路亞 阿里路亞 你如果是要用數字來計算 可能你的存摺就會爆掉 阿里路亞 他是分給我們的分 阿里路亞 他也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實體 所以當我們在享受外面的事物的時候 阿里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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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信徒的生命 他是羔羊 他也是獅子 阿里路亞 是羔羊 是為著我們完成救贖 阿里路亞 他是羔羊 他是羔羊 是為著神來征戰 對付仇敵 阿里路亞 他是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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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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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們 當天使在那裡哭的時候 就有一位說 不要哭了 今天早上我姊妹開車送女兒去上學 因為去的比較晚 所以回來的時候 路就很塞 他這個內疾很想要上廁所 阿 真是塞了沒有辦法塞 塞在那裡 車子停在那裡 沒辦法動阿 好不容易等到一個綠燈啊 從帕塔拿幹 右轉 是哪可能 他把一切的奧秘都解開了 阿 這道棒S 趕快進去 一打開神心聖言 不要哭 他跟我講說他在車上真的好想哭阿 他在車上真的好想哭阿 不要哭 因為這位獅子羔羊已經得勝了 阿 阿 阿 他把一切的奧秘都解開了 阿 阿妹 你覺得有奧秘嗎 你覺得有什麼不明瞭嗎 你要來找這一位獅子羔羊 他就會將他秘密開啟起來 這32講到他是信徒榮耀的盼話 他就是我們的盼話 你理到基督真的沒有盼話 阿妹 阿妹 你越享受基督 裡面就覺得越新鮮 越活潑 越滿了盼話 別人都會覺得我們這班人很奇怪 你又長得不怎麼樣 你有沒有錢 你有沒有什麼地位 你在高興什麼呢 因為他是我們榮耀的盼望 好 接下來33到36 這第九個階段 就是在他的再來裡面 哈利路亞 今天 基督非常的寶貴 在造衛時代做我們一切的供應 但是沒有停在這裡 第一次要遇到你 基督還要再來 基督還要再來 喔 再來 他是誠心 阿妹 雖然他公開來的時候是這個日頭 但是在他來的前夕就是現在 對我們就是誠心 對我們這班愛慕他顯現的人 他已經顯現出來成為誠心了 當然啦 誠心一定要早晨才看得見喔 阿妹 阿妹 鼓勵大家早上都要起來誠心啊 你起得越早 你越經歷這位基督就是誠心 然後呢 再來他就到了 他是公益的日頭 他要公開的顯現 他的光線有益智能 然後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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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35他就講到他 分飾到我們裡面的豐富是追測不盡的 因為我們看不懂什麼 你不能再一次給我們 再一次給我們 為什麼要擺在他再來裡的這一段呢 我也在想 就是因為追測不盡 所以經事一定是搞不完的 好啊 雖然我們很努力很竭力了 但是 還是不盡 所以要等到他再來 我們親眼看到他 我們能親手摸他 我們能親手摸他 太棒了 阿妹 最後36他是舊主 他是舊主他要做很多事 他要將我們這個信徒改變形狀 他要將我們這個信徒改變形狀 阿妹 所以 覺得自己長得不好看 長得醜的都沒有問題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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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晚最晚 在基督再來的時候 要將我們改變形狀 現在不必為了這個傷心浪費時間啦 阿 你 你只要天天好好吃賀基督 阿 第二他審判他的信徒 阿 阿 他回來第一個要審判的就是 我們這班信他的人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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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我們 阿 我們今天在地上所過的生活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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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胜的他就有赏识 失败的他也会有惩罚 这是真的 第三 并且他要取他的得胜者做他的心腹 这才是真正的结婚聚会 现在所有的结婚聚会都是影儿了 也不要太高兴 你参加地上的结婚聚会没有什么了 你若是能够参加那一天的结婚聚会 那所有的天使都要在那边唱歌 然后呢第四 他要打败迪基督和他的军队 第五 他要被所有犹太的移民所接受 最后他要在荣耀的宝座上来审判外民 就是审判活人 将他们分为两班人 绵羊跟山羊 我们是伯格的 好第三十七 sorry 就是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外民 审判活人是第十个阶段 就是在千年国里面的基督 在千年国里基督要做什么呢 要不做别的 他就是做王 做王 好 并且呢 他要同他的得胜者来侠管这个地 他就是大王 我们是小王 我们是在荣耀的宝座 我们是在荣耀的宝座 Hallelujah 再下来第38点 就是第十二个阶段 38点 就是第十二个阶段 十二个阶段 在千年国后 要来审判死人 那就是 千年国前是审判活人 千年国结束的时候审判死人 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这些所有的死人都是不幸的人 最后来到39 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 就是带到江来的永远 来到江最后一站 我们请把下面的这五个点 我们来读一下 好吗 5 ประการ 阿们 三名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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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阿们 最后我们向主有一个祷告 这样的一位基督 祂 射瓷 阿们